话说清朝末年 在金江苏扬州 有个村子名叫董家庄 这董家庄有个大户人家 兄董明李 因为有些财富 并且常会做些善举 久迹穷人 人家都尊重他为董元外 这董元外有三个儿子 老大董文 老二董武 这老三叫董虫 这董虫啊 因为天生愚钝 也就是傻子 别人不叫他名字 直接就叫他傻三 这董元外啊 特别同爱老大 对老二也特别同爱 因为董虫傻 这董元外啊 心思也没怎么放在他身上 说话间 三个儿子都长大重人 董文董武 都相继重了家 唯有董虫 因为傻 迟迟没人上门提亲 这董元外心想啊 这鲸鱼傻 可都是自己的儿子啊 怎么也得想办法 给他去个媳妇吧 可这是给老大老二一说 就好像是开了锅 这董文心想啊 哼 啥就啥了 还给他娶媳妇 这谁跟了他 还不是倒了八辈子煤啊 再说 他要是从了家 还不和我们中家产 想到这里啊 他说 父亲 还给他娶啥媳妇啊 谁家姑娘跟了他 还不是遭见了人家 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啊 如果半路跑了 还不照样是光棍啊 这老二也说是 爹 哥说的没错 就弟那样的 还说啥媳妇 这事就算了吧 话虽这么说 但是董元外觉得 还是块心病 没放下来啊 这天 他对董虫说 儿啊 父亲 想给你娶个媳妇 你看 可好啊 董虫眨了眨眼睛 说道 有人跟俺 俺就要 俺一定会好好 同他的 这董元外觉得 这孩子 还不是全傻 想办法尽快 给他说个媳妇 聊此心愿 说来也巧 本村的一个 姓刘的老头 得了症病 急需用钱 他有个女儿 年方十六 那出落的如花似玉 并且心地善良 哎 谈上 谈上这么个事 就有媒妇上门了 媒妇就说 刘老头 你家姑娘也不小了 你这也急需用钱 这样吧 我给你女儿 找个好婆家 你这治病的钱啊 也就有了着落了 这刘老头心想 也是 孩子大了 总要找个婆家 于是便问道 那是谁家的后生啊 这媒妇也没有瞒她 就说是董元外的三儿子 董成 这刘老头心想啊 这董成 虽然有点傻 可 也没听说 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他家有钱 女儿过去啊 也不会受委屈 想到这里 他说道 那 这件事啊 你就费心了 这刘老头答应了 董家那边 自是水稻驱成 没多久 董成就把媳妇 给取进了门 话说好景不长 董元外 得了半边滩 身体行动不便 口水直流 董元外是四处求医 也没见好转 还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这董文董武 兄弟两个一看老爷子 大势已去 自己 有两个钱 也不想搭进去了 一咬牙 分家担过了 这照顾董元外的 正担 就落在了 董成 夫妇的肩上 这董成 虽然有点傻 可照顾老爷子 还是有一套 在媳妇的指导下 擦身 洗澡 喂药 时不时地 架着老爷子 起来活动 这事 说起来也奇怪 这个本来很难好的病 在他两个的 悉心照料下 董元外的病 还奇迹般的好了 董元外逢人就夸他 有对好儿子 媳妇 要不是他们俩 早就去见阎王了 这汉儿养爹 也由此 传为了一段佳话